各位兄弟姊妹,我是徐甘耀神父, 今天是聖神降临的大尖礼, 我们都叫做五秦节主一。 今次的主题是聖神与我,我特别是正道。 我是很喜欢天主、圣神的, 我其实整个道理,无论是广东话、 普通话和英文是在讲同样的东西, 我与圣神的真真实实的关係。 所以,这是我的信仰来的,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 要明白天主圣神不是容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前提, 我们做人要活得积极化来有用, 即是不要求求其其活着, 跟着什么都要投入,专注付出感情。 这一行重要了,以虚习道来听天难, 以神贫去迎接天主,来听天主的圣言。 什么叫以虚习道? 庄子说,为道习,道是去到一个空虚, 没有阻挡的心灵里面的,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神贫的人拥有天主, 心中无挂外空虚的人能够拥有道, 于是我们听到天难的声音, 又都听到圣言的声音。 好了,无论如何, 开始之前就让我们听一下, 无古神中,真是求天主, 特别是求天主圣神, 敲醒我们的灵魂。 尽堂荣,上驻的神充满世界, 鲍罗万丈,通晓一切语言,阿力路亚。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曼。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也愿你们的心灵同在。 如果要围到习虚,如果要神贫, 一定要清空自己的生命,归于走向天主, 好像你的小朋友一样走向天主。 我们要重生,我们要内外更生。 而身体或我们祈祷的状态, 或者听到的状态, 就像这群小朋友, 是完全静止,空虚自己, 放开心灵,以虚习道, 用神贫来迎接天主。 我们同时从宣领洗时的誓愿, 弃绝魔鬼,选择基督, 好像那些小朋友一样,选择基督。 要超越一切的意识形态, 不要理外面那些政治、经济、文化, 超越这些一切。 以天主为中心, 不要让任何主义凌駕基督,凌駕信仰。 我们便会明白今天天主圣神, 究竟是甚麽一回事。 要我们用达尾声王的参悔词, 即是圣明第五续一首, 来表达我们对天主的参悔。 上主求祢照祢的人词联吻我, 以祢丰富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 上主求祢随恋。 上主求祢随恋。 求祢把我的过犯洗清, 求祢把我的罪恶随尽。 上主求祢随恋。 上主求祢随恋。 愿全能的天主锁链我们, 赏免我们的罪, 请我们得到永生。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我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福, 我们为了祢无常的光荣, 赞美祢, 清颂祢, 朝拜祢, 显弱祢, 感谢祢。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荣, 圣福之志。 随面世罪者, 求祢随练我们。 随面世罪者, 求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座哉圣福之友者, 求祢随练我们。 因为只有祢是圣的,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至高目上的, 耶稣基督, 祢和圣神, 和向天主圣福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祢值今日的庆典, 圣化编各国和各民族的普世教会。 求祢将天恩的圣神, 倾注整个环玉。 正如当初圣神推动福音的传播, 现在求祢都将同一恩赐, 倾注你信徒的心。 因祢的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祢和祢及圣神是唯一天主, 永生永皇。 阿们。 公读中途大事劳。 五常节一到, 门徒及众人都聚集一处, 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 好象暴风刮来, 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存座房屋。 有些散开好象火的舌头, 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 他们都充满了圣神, 照圣神刺及他们的话, 说起外方话来。 那时, 居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 这声音一响, 就聚集了许多人, 都瘡黄失措。 因为, 人人都听见他们说各人的谎言。 他们惊吓奇怪地说, 看, 这些说话的, 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 怎么, 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谎言呢? 我们中, 有柏提亚人、 马代人、 厄南人、 和居住在美索北达米亚、 犹太、 及卡白多世雅、 本都命、 亚世雅、 库黎基亚、 和庞菲利亚、 埃及, 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 以及僑居的罗马人、 犹太人、 和归依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人、 和阿拉伯人。 怎么, 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 讲论天主的歧视呢?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请大家静默片刻, 默上上主的话。 答唱永, 我的灵魂, 请重赞上主。 上主, 我的天主, 你伟大无比。 上主, 你的化工, 何其凡好, 你创造的万物, 充满大地。 上主, 请你虚气, 使大地更生。 你若停止他们的呼吸, 他们就要死去, 归于原来的灰土。 你一虚气, 万物化生, 你使大地更生复兴。 上主, 请你虚气, 使大地更生。 公读圣保祿中图, 自格临多人前书。 帝兄姐妹们, 除非受圣神感动, 没有一个人能说, 耶稣是主。 神因需有区别, 却是同一圣神所赐。 即份需有区别, 却是同一的主所赐。 功效需有区别, 却是同一的天主, 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 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 虽有不同, 但全是为人的好处。 就如身体只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众人, 不论是犹太人, 或是希腊人, 或是遗奴的, 或是自主的, 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 成为一个身体, 又多为一个圣神所赐。 尚主的话, 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圣神请你降临, 充满你信徒的心, 在他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药望福音, 第二十章十九节。 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为害怕犹太人, 门户都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些话, 就将手和脱破指给他们看。 门徒见了主, 就喜欢起来。 耶稣有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亦都同样派遣你们。 说了这些话, 就向他们开了一口气, 你们领受圣神罢。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得赦免。 基督的福音。 再提醒大家, 我今天不是讲道, 是正道。 已经八十岁零三个月了, 二月十七到现在。 我真是想跟大家讲一讲, 我与天主的关係, 特别与天主圣神的关係。 下面所讲的全部都是我的经验。 看回这些东西, 为何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 讲论天主的歧视呢? 如果你没有忘记, 刚才有十几个地方的人, 人人,中途讲一种语言, 人人听到都是讲他们的语言。 换句话来讲, 他们沟通到的, 不同国家的人是沟通到的。 有很多一字了, 同一的圣神, 同一的主一, 一,一,一,一个身体。 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例子就是, 好似父派了我, 我都派遣你们。 有一个使命的, 做基督徒有一个使命的。 一,一,二,三,四,五,六个。 有一次我去主持婚礼, 因为早到了, 其实我们去香港岛, 我们在九龙去香港岛, 所以我很怕塞车, 所以一定是早到点, 在那里吃午餐, 然后才可以来杀。 吃完饭之后, 我发现了这些时间, 我还用一张餐巾纸, 写了一堆说话, 就是这堆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 共度一生一世, 共睡一床一屋, 共乘一船一车, 共走一桥一路, 共食一粥一饭, 共信一煮一世, 共归一赞一目, 共同一心一德, 共对一危一机, 共创一天一地, 死了的时候, 共满一焚一悦, 共享一世一生。 我很喜欢这个一字, 天国, 天家, 一个天父, 一个世界, 一个生命共同体, 一群有共同命运的人类, 一很漂亮的一, 是天主圣神恩赐给世界的一, 同一的圣神所赐, 同一的天主, 是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 身体只是一个, 有很多肢体, 虽然肢体很多, 仍是一个身体, 我喜欢这个一字, 我不知那对夫妇有没有将我那张餐巾字保留了, 加起来, 总共有三十个一字, 在这个角度之下, 我突然间, 应该都是天主圣神的启示, 我很喜欢, 是通万里, 诗接千载, 触踏陈世龙, 兼担古今仇, 心传千秋, 空怀全共, 即空怀世界, 要修身齐家, 然后化育万民, 还有最近最近就是这个词, Transforming Love, 就是圣公会的大主教讲的一个名词, 爱原来是应该Transforming, 可以改造的, 可以提升的, 可以圣化的, 这个就是圣神的爱, Transforming Love, 我的正度就是, 我差不多想读我这篇文章, 我从来未梦想过, 自己在八十岁的时候, 仍会决心在福全事工上, 再启航, 想都未想过的, 我都是一个别人不太容易接受的习惯, 我讲到的内容, 真是会在最后的一分钟修改的, 至于圣神想我讲什么, 我马上修改, 或者这个就是圣神的作用吧, 小学的时候在大澳看日落西海, 现在在上水月圆之夜, 我欣赏很美的, 万里长空一朝风月, 我经常都很心情地静观天空, 认真地想, 这个这么伟大心碎庄严的宇宙, 怎可能是空虚混沌一片, 是一个无灵的世界呢? 不可能的。 而且天主也一定是在那里, 在这个宇宙里面, 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天主, 他是宇宙之神。 所以我从小就爱上这一个天, 见到的是这个天, 你这个地, 踏着的这个地, 也一直都在学习对物有情。 我很喜欢世界上的一花一草, 一猫一狗,对物有情。 即是中国人说的,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爱物也就是对物有情。 我更努力构施了一个, 怎样找到天主的方法, 就是通向天主的七条路。 灵修,圣经之路, 信仰团体之路, 工作之路, 爱德的路, 大自然的路, 生命中的苦困的路。 我在这里很想强调, 我坚信连痛苦都是天主的祝福, 不是化了庄的祝福, 即情就是祝福。 亦都是通向天主的必游之路。 一定要经过痛苦才能够去到天主那里, 经过死亡才能够复活, 一定是必游之路。 如果你这一两个月, 都在有上网听我的主日讲道, 你对上面这一小段的说话不会陌生的, 我讲了很多次这段说话, 我从1943年出生到小学毕业, 一直到我在罗马的四年, 在英国的两年, 我亲身经历到一个很特别的事实, 这个世界我几乎一伸手就摸到天国, 摸到世界大同, 是我的亲身经验来的, 还有在这个天国与大同中的那个天主。 我当年在欧洲坐飞机, 只需要简单的安全检查, 安检,简单的就可以通行了, 但真不知由何时开始, 已经有人刻意将人类分为不同阵营, 拉帮结派,是否信神, 信神的一派不信求的一派, 是否有民主制度, 不同的制度都分成不同的派别, 是否接受某些普世的价值等等的政治正确, 是政治凌价俊荣,政治凌价人生。 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像忽然已经近在眼前,迫在眉睫。 在这个期间, 除了军火箱即是军功复合体发大财之外, 其实全人类都是蒙受其害的。 于是我开始问, 我们是否真的要被迫集体奔向死亡。 在《尔子耶稿》那里有一种老鼠叫lemmings, 传说他们一路走走走走到沿岸, 才被一起跳下海一起死的。 lemmings, 我们是否真的要被迫集体奔向灭亡。 今年2月19日, 在我的80岁感恩圣祭中, 80岁, 暮迪之年, 我想到即使要付出好像鲁信一样的, 我以我血, 占牵缘的这种代价, 我都要再启航, 80岁再启航, 为天国, 为一个大同的世界, 尽多少少的勉力, 或者继续尽力。 我好像对世界不满意, 你们好像会感觉到, 但其实我是充满希望的, 你对这个世界。 我要不断大声告诉世界, 大家知道, 对话好过对抗的, 不理用什么理由, 是对话好过对抗, 合作好过, 斗好过你死我活。 common security, 共同安全, 是绝对好过mutual defense, 那种互相防御的绝对好过。 其实你一切都可以从天国加繁义精神, 再加中国文化和生活升华, 这个结合一二三四, 结合在一起和推广它。 我就很想推广, 这个三结合, 天国繁义文化生活。 我以上的思想不是最近才有的, 我是三四岁读三本红皮书, 三字卿、千字文等等的时候, 还有我十三岁入修院读圣经, 三本红皮书加上圣经, 我对天国和大同已经有无限的向往, 我是喜欢天国的, 我是喜欢大同的, 讲得夸张的少, 我是疯狂地喜欢, 这个向往亦都是我要做神父的最强动力, 如果不是为了大同, 我不会做神父的, 我不会献出几十年的生命, 不知道我来做甚麽, 我想追求这件事, 所以我想做神父, 不过怎样才能传开去呢? 在我八十岁的慕迪连感恩制众, 我想到要训练培育者, train the trainers, 每年办四次, 分别在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都举办, 每次为期两周, 内容是希望他们能够掌握我全部的培育资料, 全部的, 即是五十二年神父学到的东西, 熟悉我的主日港道, 务道资料, 家庭民主信仰等等, 要求学员自制五至十个自己用的PPT回去, 可以实在用的, 我和我助手会个别指导他们, 所以我们需要真是增评人手, 因为是个别辅导。 还有其他事, 就是教他们一些基本的管理学, 今天青年人对宗教和人生的看法等等, 不可以闭门造居的, 资格是每次每单位三个人, 如果两个单位一起来, 就每个单位两个人, 一共四人, 他们一些熟悉电路的操作, 教育程度应该是中学以上的, 目标是学以致用, 参加者最好是单位负责人, 例如本堂神父、会长、副会长、 或者培育中心的负责人。 我不知将来会怎样, 但我一定会边做边学边学边做, 我相信圣神的带领, 我相信帖国和大同都会在今世, 在地球上出现, 不只是来世天堂上出现的, 我相信中国的圣言, 可以和圣经的先知比美, 孔子、孟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 其实都是天主给我们中国人的礼物, 我相信圣教中要望保禄而世的话, 如果中国教会有基督的信仰, 我们信基督, 并接受过深厚的中国文化分图, 特别是修道人神父修虑, 应该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抵制, 我们会成为结出的华人教会, 不是美国教会, 不是德国教会, 不是英国教会, 是华人教会, 能够贡献普世教会的, 用教中的华人来说, 我们要在普世教会大受其为, 所以希望我们一起祈祷, 圣神请你降临, 更新和充满普世教会, 更新中国教会, 充满所有信徒和云云众生的心灵, Renova bis faciem terre, 在内将是第一名更新。 圣神于我, 我从来没梦想过自己在八十岁的时候, 仍然会决心在浮船事工上再启航, 我也有一个别人不太容易接受的习惯, 我的讲道内容会在最后一分钟修改的, 也许借助是圣神的作用吧。 The Holy Spirit and me, I have never imagined that at 80 years of age, I would still be so determined to set out on another round of evangelization work, Evangelization journey. I have a habit that may not be easily accepted by people. That is, I tend to make last minute changes to the sermon draft. Perhaps these are all acts of the Holy Spirit. 小学时在大澳看日落, 现在在上水月圆之夜, 欣赏万里长空, 一朝风月, 我经常都深情地静观天空, 静观天空, 并认真地想, 那么伟大, 深邃, 庄严的宇宙, 怎么可能是混沌空虚的无灵之物呢? 不可能。 At primary school, I was captivated by the sunset in Tai O. Now in Shangshui, I take pleasure in appreciating the expansive sky That stretches out, stretches out into the distance, Enjoying the wondrous scenery of the moment. I often gaze into the sky in deep contemplation And affection. I love it. Wondering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no spirit is behind such a great, Profound and awesome univers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behind. 而且天主也一定在那里, 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天主, 他也是宇宙之神。 所以我从小就爱上这个天和这个地, 我踏着的地, 也一直都在学习对物有情, 对万物都有感情。 就是中国人说的,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And hence, There must be a God, And he must be omnipresent, For he is the God of the universe. For this reason,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eaven That I see, This earth that I stand on At a young age And learned to have profound feeling For all things. In the manner of the Chinese idiom, Love one's parents deeply, Then to love others. And love others, Then to love all creatures. 我更努力告诉了一个如何找到天主的方法, 就是通向天主的七条路, 灵修之路、圣经之路、信仰团体的路、 工作之路、爱德之路、大自然之路、 还有生命中的苦困之路。 我坚信连痛苦都是天主的祝福。 不只是化了妆的祝福, 是真的祝福。 是通向天主的必要之路。 我们一定要经过痛苦。 经过痛苦到天主那边, 经过死亡才可以复活。 I have devised a method to find God, i.e. the seven paths to God. Why what? Spirituality, Bible, Fellowship of the faith community, Work, Charity, Nature, Pain and suffering. I firmly believe that even hardships and distress are God's blessings, and a sure pathway, a sure way to finding God, to encountering God. 如果你这一两个月都在, 都要上网去看我的主日讲道, 你对上面这一小段的话 不会陌生的。 If you have listened to my Sunday sermons on YouTube,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you would not be unfamiliar with the paragraph above. 我由1943年出生,到小学毕业, 一直到我在罗马的四年, 跟英国的两年。 我亲身经历到几乎一三少, 一三少, 就可以触摸到天国和世界大同, 和在这个天国与大同后面的天主。 from my birth in 1943, to my graduation from primary school, to my four years of study in Rome, and the two yea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 have felt what was akin to first-h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and universal oneness. I sensed it, I touched it, and the God behind the entire universe. 当年我在欧洲坐飞机, 只需要简单的安全检查, 就可以通行。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有人刻意地把人类 分为不同的阵营, 拉帮结派, 是否信神, 是否有民主的制度, 是否介绍某些朴实、 价值等等等等等等, 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东西。 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像忽然迫在眉睫, 近在眼前。 During those years, wherever I flew in Europe, there were hardly any security checks, but gradually people began polarize into opposing camps, different camps, religious and atheists, democratic or otherwise accepting or non-accepting of universal values, etc,etc,etc. The world seemed on the brink of a third world war. 这期间,除了军火伤, 就是军工复合体, 发了大财大大大财之外, 全人类都在受伤。 meanwhile all humanity is suffering, except for the profiteers of war, the arms dealers, 军火上。 于是我开始问, 我们真的要被迫集体奔向灭亡吗? 今年二月十一九日, 在我的八十岁目的年感恩祭中, 就想到即使要付出鲁迅那种 我以我去见宣言的代价, 为国家,为人类流血, 我也要再起航, 再起航, 为天国,为一个大同世界, 多做一点事情。 I ask myself, are we really compelled to march like lemmings towards collective annihilation? During the Thanksgiving Mass on February 19th, this year, on the occasion of my 80th birthday, a thought came to me, for the love of my nation, even if it takes blood, and much sail again, engage in another effort for the heavenly kingdom. 我好像对世界不满, 但我充满希望, 我要不断地大声地告诉世界, 对话好过对抗, 合作好过你死我活的道争, common security, 共同的安全, 好过mutual defense, 互相防御, 这一切都可以从天国加法尔, 加中国人化, 加生活生活的结合, 跟推广而开始。 I seem to be discontented with the world, but I shall not give up. I must tell the world about allowed. Dialogue is better than conflict. Collaboration is better than cut-throat zero-sum fighting. Common security is better than building a defense against each other. To achieve such ends, we can start with the actual work of building a heavenly kingdom, spreading the spirit of Vatican 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lifting of our mundane living. 我印象的思想不是最经常有的, 我在三四岁读三本红皮书, 三字经千字文的时候, 和十三岁进修院读圣经以后, 我对天国跟大同意见了无限的向往, 就向往也是我要做神父的最强的动力。 但要如何能传开去呢? 这些故事是非得平的有可能性。 那领会是没有想、 百六岁的天日周, Lös语文欄的星期生。 The Virgin之业二很多中奉獄一切! and since entering the seminary to read the bible i had a deep longing for heavenly kingdom and universal oneness it is this longing that became the powerful driving force that propelled me to become a priest however how should we spread these ideals 在我80岁的目的年感恩集中 我想到了要训练培训者 train the trainers 每年办四次分别在3月6月9月12月 举办两次围棋 每次围棋两周 at the thanksgiving mark for my 80th birthday the idea of train the trainers came up to conduct training four times a year respectively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with each lasting for two weeks 内容是把握我的全部的培育资料 熟悉我的主日讲道 目道资料 家庭信仰的资料 还要求学员自制五到十个自用的PPT 由我及我的助手来个别指导他们 所以必须正聘人手的 其他比如说教会的基本管理 今天青年对宗教的和人生的看法等等 都教他们 the course contents are to include a mastery of all of Father Chui's formation material familiarity with my Sunday sermons catechism contents and family religious education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five to ten PPT files themselves with individual guidance from Father Chui other topics such as basic management young people's contemporary view of the religion and life etc 资格是每次每单位三个人 必须熟悉电脑操作教育程度 必须中学或以上 目标是学与致用 所以抢扎者最好是单位负责人 比如说本堂审负会长副会长 或者培育中心的负责人等等 to be admitted the expected expected qualifications are three people per organization per training participants must be familiar with computer operations posses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o at least secondary school level the aim is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is learned so participants are preferably organizations persons in charge such as parish priests superiors or persons responsible information center 我不知道将来如何 但我会边做边学边学边做 我相信圣神的带领 我相信天国跟大同都会在今天出现 我相信中国的圣贤 可以跟圣经的先知 比美 孔梦老庄等等 都是天主给我们华人的礼物 I do not know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but I will do as I learn and learn as I do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s guidance and I believe the heavenly kingdom will appear in this world I believe Chinese saints and sages are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biblical prophets I believe Confucius,孟子,老子,老子, and庄子 were prophets sent by God to the Chinese nation 我相信圣教中若万宝露的话 如果中国教会有基督的信仰 并接受过深厚的中国文化熏陶 我们会成为杰出的华人教会 对普世教会有贡献 使普世教会大受其会 I believe in the late Pope John Paul II's words that if Chinese churches have Christian faith and are nurtur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we will become outstanding Chinese churches contributing to the benefits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So let us pray 圣神请你降临 更新和充满普世教会 中国教会 所有信徒和云云众生的心灵 Come Holy Spirit, renew and fill the hear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Chinese Church and all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with thy grace and heavenly aid Renova bis faciem terre You will renew the face of the earth 好了,就让我们一起念中途信经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我信福的唯一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因圣神降人 由同精玛利亚诞生 他在彼拉多执政时梦难 被钉着十字架上 死而安葬 他下降音符 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 他升了天 再载全能天主父的右边 他要从天降落 身伴生者死者 我信圣仪宫教会 诸圣的相通 过的赦免 欲生的复活 永恒的生命 阿们 让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 和所关心的世界祈祷 请为教宗祈祷 上主求祢祝福教宗 赐给他健康和智慧 让他能帮忙修补世界 因政治而产生的裂痕 并带领世界建设天国 使世界变为人人平等 国国平等 教教平等的天家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门 请为中国的环保计划祈祷 上主求祢祝福 我们祖国的一切尝试和努力 并让祖国环保的成功 能成为世界与人类的祝福和希望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门 请为受疫情困扰 受战争和各种天灾伤害的世界祈祷 上主求祢祝福我们众人 让人人都懂得依靠祢 亦愿意努力自求多福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门 请为我们的主教周首人祈祷 上主求祢祝福他 让他能带领香港教会 活出凡意精神 再警醒社会的良心 教会的先驱 中凡的桥梁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门 请静默片刻 为心中的意向祈祷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门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个天主祢赐给我们食粮和饮品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这个墨面饼和葡萄酒呈献给你 它们都是大地的产物 亦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愿它们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寿赞美 各位兄弟姊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求你按你圣子的恩许派显圣神 将这个祭宪的奥义丰富地揭示给我们 并仁慈地引导我们进入全部真理 我们都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你 包括我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今次才能和外心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愿主愿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重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你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今天你完成了越奥迹派显圣神 降临到那些恩与基督结合 而成为你子女的人心中 今天是教会诞生之日 圣神既使万民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 并团聚不同语言的民族 宣认同一的信仰 为此普世万民羊日着复活的喜乐 踊跃欢腾 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 都同声歌颂你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主 你的光明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笑 奉主命夜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笑 上主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成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求你派显圣实 祝圣这些礼品 使得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圣的圣体 病身撒冷時,拿起麵餅,感謝你,把麵餅分開,交給門徒這樣說, 你們大家去吃,這個齊惡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晚餐後,他同樣下去一杯葡萄酒,又感謝了你,交給門徒這樣說, 你們大家去喝,這一杯是我的血,身而永久的盲藥之血, 將為你們和眾人傾留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信德的奧積,恢復你我無的自由,求你請求我。 上主欣賞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良,救恩之杯。 感謝你,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在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之後,因聖神合意為一。 上主求你順念普世的教會,我們的教宗方濟國,我們的主教周守仁, 以及全體教士,使他們在我德中日,吹完善。 求你都順念我們的祖先和我們的親戚朋友,兄弟姐妹, 他們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並求你順念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們享見你聖榮的光輝。 求你順念我們眾人,使我們得於天主, 主之母同精榮福馬尼亞,聖母的靜佩,聖約室, 諸聖中途中華信道及徵修諸聖, 以及力代孝愛你的全體聖人共享永生, 並使我們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 讚美你,顯揚你。 全能天主賦予一切崇敬和榮耀, 藉著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 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永遠。 阿曼。 就讓我們按照基督教導,一齊向我們的天父祈禱。 我我們的天父,與你的名受顯揚, 與你的國來臨,與你的旨以奉行在人間, 與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賦我們一用的食糧, 求你歡恕我們的罪過, 與同我們歡恕別人一樣, 若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 尚主,我們期待著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 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 恩賜我們今世平安, 祝我們養難你的仁慈永久,脫免罪惡, 並一切困擾,終無得安全。 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 主耶穌基督,你曾經對宗徒說, 我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 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 但看你教會的信德, 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 你是天主,永生永往。 願主的平安,尚願你們同在。 也願你們心靈同在。 請大家互祝平安。 請看天主的高揚,請看隨免勢罪者。 夢照來付聖意的日是有福的。 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裡來, 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傳遇。 領主詠,眾人都充滿了聖神, 講論天主的奇事,阿里路亞。 多 Prisoner, 只要選擇了這個人。 正在做沒有事情。 我們提醒大家有些平衡的品位。 每個人都這樣對他們的有一些。 我們來靈魂, 我們每個人可以選擇。 我們參加你們, resso,ビ多年如同天二。 我們有一些人做過人。 由我们的神领圣体 以主为基,与人为伴 天主是我们的基础 我们以天主为父 以众人为兄弟姐妹 我们以基督为榜样 尽力走人的路 我们由圣神所圣化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 充实自己的生命 耶稣多谢祢来到我们心中 多谢祢将祢自己 将整个天主都赐给我们 我们信祢,望祢,爱祢 请大家祈祷 天主,祢将天上的恩宠赐给祢的教会 求祢保存祢所赐的恩惠 使圣神的恩典在教会内常常发挥效能 并使我们借所领的神圣食粮 获得永恒的救恩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祢呼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愿你们同在 也愿你们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祢能降福你们 阿们 尼撒礼成 感谢天主 好了 愿天主圣神祝福你 和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帮助你战胜疫情 和一切困难、犯逸危机 天主爱你 主佑